两分钟理解投机情绪指标SSI SSI是投机情绪指标的缩写 自推出以来,以及高的准确率惊动了整个业界 SSI指标是根据个人交易者的持仓比例算出来的 如果当前的持仓比例多头占70%,空头占30% 说明大部分交易者看多后市 但往往盘面上就是一波下跌的行情 因此SSI是一个反向指标 大部分人看多就是空头信号 大部分人看空就是多头信号 准确率非常高 于是就有人用SSI指标做成EA进行自动交易 但结果却并不赚钱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SSI为什么会很准的原理 假设一群人一起下单 有的人看五分钟图 有的人看日线图 有的人看指标 有的人平盘感 所以应该是一半人做多 一半人做空 之所以后来仓位一边倒 变成了反向指标 是因为人类的交易模式有共性 赚了一点钱就想落袋为安 亏了的时候呢 又容易出现扛单 想着价格回本就平仓 这种行为模式并不是个例 而是在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趋势出现以后 盈利的人平仓了 亏损的人却没有平仓 所以才出现了总体的持仓方向和趋势是相反的这么一个结果 因此SSI是过去的行情和交易行为共同造成的结果 在趋势开始之前 交易者并没有做出反向的判断 知道原理后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SSI看上去很准 但根据SSI做的EA却不赚钱的原因 市场上不乏这样的指标 追溯过去指标很准 但判断未来就不准了 使用指标 关键不是指标看上去多完美 看上去多准确 关键还是要弄懂指标的设计逻辑和原理 文主Ashley为时间加杠杆 要努力更值钱